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某家好像进去的人很多都出不来 真的啊 会啊 会啊 有啊 我有听过过 那当然我们是不希望这样 因为医院是让我们治疗 让我们能够快乐地出院的地方 我们有病痛是很痛苦地进去 然后快快乐乐地带着微笑出来 但是根据统计 常常有的人进去医院就没有出来 或者是有的出来的时候 本来是左眼不好就开成了右眼 本来是左腿应该需要修复 结果修成了右腿变成两只腿都不好 或者是呢 纱布 针头等等都留在肚子里面 因为医院毕竟是帮你开刀的人很多嘛 医护人员 医生啊等等 还有各科的医生 这种人为的疏失可能真的是难免的 你说你出来的时候还会带一些纪念品 对对对 说不定还有照片 没错 除了刀疤之外 刀疤还有纪念品 对 除了刀疤另外有纪念品 留在里面的 那可能真的很麻烦 对 那就糟了 到底医院跟病人之间出了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同学会日报 好 同学会日报 我们来看这个瞎还是扯 就是义务留在体内 手术错误是第五名 那么根据这个医院评件 即医疗品质测进会的统计 2011年圈台总共有820件 医院手术错误的事件 那么其中开刀完之后 还有这个针线刚刚讲 纱布留在病患的体内 就有41件 那么高居缩手术的错误事件的 第五位的部分 那台湾曾经发生导管流体内 造成长穿孔 那么止血精留在体内 导致这个长穿孔的问题都出来 那止血纱布留在体内呢 导致分泌物大增的一个案例 那么引起了不少的医疗的纠纷 哇 所以这些这个事件 真的是非常的匪夷所思 嘉莉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个案例好不好 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很 一个女生 一个妇女 她其实是那个 因为肚子痛去做皮下注射 也就是打针 就打完针之后 她就觉得 右边的手侧跟 右手跟臀部都麻麻的 而且痛 八个月之后呢 她就 过这么久 就去抓痒 抓抓抓抓 就觉得很奇怪 就到另外一家诊所一看 她里头居然有一个三公分 断掉了针头在里面 在臀部 针头这么的三公分 在臀部这里 而且八个人才发现 对对对 后来呢医生 这个诊所医生也回应了 他说他其实那时候打针进去的时候 就发现说 好像抽出来的时候针头断进去 所以那时候医生就发现了 发现在皮下组织断掉 但是他认为说 可能不会影响到 所以没有跟病人讲 因为怕说 你知道很多人都以为说 针头断在屁股 他可能会穿到心脏 怕病人恐慌 就没有跟他讲 然后他就也去问别的外科医生 别的外科医生可能跟他讲说 应该没有事 他自己会排出来 当然最后检察官说 你应该要去检查 而且你知道针头留在里面 你居然没有跟病人讲 你说检察官表示 这个女病患有去告这个医生 对 有告 这是有告 因为后来他发现有这个 针掉出了 针断掉的问题 那法院呢 法院就认为你有医疗疏失 确实是医疗疏失 很明确 那这个有一个针头的旅行部分 还有一个这个整个事件的部分 整个事件部分 等一下我们大家来评论 潘老师先告诉我们 那我们真的很怕打针 这个突然断掉了 或是大家没注意 因为有一个针真的很长 我们可能那时候 正在痛啊搞不清楚 那针头的旅行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在皮下组织 它真的会跑出来吗 会过了几个月一个月 像前面说外科医生说 没关系一个月会自己跑出来 还是它会打我们血管 刺到心脏 它是这样子 没有没有 它是这样子 就是说呢 你要看到这个针头 是断在哪一个位置 如果说像这一次呢 它是断在皮下组织 对 你知道我们皮肤有一个表皮 真皮 然后带来皮下组织 那皮下组织 其实脂肪层比较多 那这个皮下组织呢 它有三个功能 一个叫做缓冲电的功能 缓冲你不会去撞到里面 更多的神经跟血管 然后另外呢 是它有一个热的绝缘体的功能 也就是说呢 你不要太热的情况之下 它可以让里面的这个组织 受到一定的保护 但是如果你太烫的时候 它还是会会损伤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呢 它呢 就是可以储存能量 对 所以它有三个功能 一个是缓冲 一个是热的绝缘 第三个是储存能量 所以因此这个皮下组织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说你是断在 皮下组织的位置 没有进入血管 没有插到神经的话 那么它的 在这个皮下组织 因为它是个异物 就是不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东西 然后它慢慢的 就会产生发炎反应 因为很多的发炎物质 会在这个针头上 然后最后就会有点像 化膿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它会滑出来 其实事实上呢 你不要讲针头 比如说我不小心 被木头筷子 扎到一根刺进去 那如果说呢 你自己知道痛 你会一直去抠它嘛 但如果你不抠它 它逐渐的化膿以后呢 它那个整个在 那个竹子 那个纤维的旁边 都会变成浓的情况之下 一挤就出来了 但那个时间要很久 那另外一种是呢 不小心断在血管里面 对 那如果是断在血管里面的话呢 那就要看这根针头 它的角度的问题 它有时候 因为你这个三公分 其实还蛮长的 但是如果角度不对的时候呢 它很可能就卡在那个位置 那卡在那个位置呢 很可能造成皮下初血 或什么你会不舒服 会有淤青什么的 但是如果它是垂直的话呢 因为我们有静脉瓣 所以它会一直把它往上推 那就要完全看它是怎么个推法 所以其实这个针头在如果断在血管里面 那因为断在血管里面以后 它开始会开始流动 那完全看它的角度 所以它不一定你所想象的说 它一定会跑到哪里去 大陆就有一个案例呢 就是这个一个人 一个人去自己注射自己的大腿 然后结果因为它喝醉了 就那个针头就断在它的血管里 然后过了不久呢 结果那个针头跑到心脏 这个针插在心脏里 然后它这边很不舒服 就去开刀 开刀以后呢 医生打开来看 果然那个针就插在那个心脏上 所以就把它拿出来 所以也是有 潘老师这个跑到血管里 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比这个皮下组织要危险 危险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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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几率非常的低 非常小 非常的低 因为针 我刚刚讲过针头是这么长 这么长 它如果是垂直进去的话 它根本无法流动 它一定是有点像打针的那样子 顺着进去 才有可能跟着跑 那这个谢医师 像这种针头断在 这个我们手臂或者身体里面 这个在医院也常常听到吗 事实上刚刚提到 就是这个 医务进去之后 当然它呈现了 比如说是穿孔 或者是出血 或者是到最后是化膿 到最后化膿以后 这个 我想那个感染是非常严重的 对 但是其实病人应该都会 多少会有些不明的疼痛 那它的叙述说 我们在医师在问他说 最近有没有开刀 他开刀的过程就慢慢会讲出来 所以其实后来 看诊的医师也要停看听 医生大概也是怕了 想说断在那里怎么办 其实他已经打的时候 就突然一拔出来 他只短了一截 但是他可能自己 怕怕那个病人告他 所以就还去问了外科医师 说还没关系 自己会跑出来 没想到卡这么久 没想到卡这么久 对 那另外还有案例 那就复杂了 在肚子里面留了16样东西 我想那个时候 对 在肚子里面留了16样东西 是不是那个时候 那整个开刀房是一团乱 东西都没有收拾好 还是把病人的肚子 当成垃圾桶了这样子 所以你还想什么东西 16样会留在你 对啊 这是哪里的案例 这是我听过最离谱的案例 对 而且在德国 发生了什么事 德国那么讲究精致的工艺 这也是最几天的新闻 2009年在汉诺威市 这位老人呢 他是接受了前列腺癌 这个常规的手术 结果呢 几个月之后呢 他说怎么到处都痛 全身而且是金氏骸鼠的痛 他痛到自己受不了 护士还特别到他家里面 去看看你到底怎么回事 发现还有纱布突出来 纱布突出来 在皮肤的外面 所以再回去入院再做开刀 我跟你讲 清出16件衣物 天啊 里面有针头 纱布 绷带 棉签 还有医师的口罩的碎片 天啊 你这种画面只有在那种卡通影片 卡通影片才有的那种画面 16件我各位表演给你看 12345678910 1112344516 要这么久耶 拿出这么多东西出来 从那个人的 就在那个图上 你看 几乎 你看 没有在哪儿 这是干什么 这都把它当垃圾桶吗 你说的口罩碎片 就这些 你看 12345678910 十个口罩碎片 还有这种绷带纱布 种种的 他通通在里面 那时候本来 他出现的时候估计他还可以活6年 2009年的手术 何如活6年就2015年 对 去年就死了 那他死了当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 他是因为他的什么癌症破散 可是待会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是不是因为他又再次手术了 这些东西是不是会造成他的癌症 没有办法控制 因为是个老人了 对 所以说后来他们寻求8万英镑 也就大概现在400万台币的赔偿 那医院怎么说呢 医院说他是术后才进去的 术后也就是说他可能自己吞下去 自己塞进去 怀疑病人是自己吞的 对 后来我去看了一下 会自己这样做的话 只有一种杀人膜 他在身上钉了16根的钉子 他是有自虐狂 可是这个老人应该不是自虐狂 所以医院显然是在推卸责任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想还有后续的状况 我们要去观察 没错 潘老师 你觉得这个是蛮离谱的啦 还好不是台湾 这是德国 但是呢 总觉得还是蛮匪夷所思的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是站在 不是说帮医院说话 你说偶尔遗留一样东西 是绝对有可能 因为确实有时候不要忙了 但是你说这么多不太可能 绝无可能 所以你觉得有可能是病人吃的 他可能一心是寻死 所以他就把他慢慢吞下去 或者他是益石屁 因为之前有些人益石屁 他会把他吃掉 但是他怎么去吞口罩呢 对 可是他不是 他会在腹腔 我也可能 我想可能当然有些医生 一打开知道 可能没有办法再开了 就把他缝回去 就忘了把东西取出来 因为有时候可能癌症 扩散很厉害 肚子一打开之后 很多医生觉得 就关起来了 所以是有可能是医生疏失 我想最近欧洲老是在出问题 欧洲其实医疗 已经产生两个大问题 什么问题 一个是人力不足 第二个完全没有团队 因为我们去看的时候 没有啊 现在财政次质困难 经济困难 没有团队的时候 其实不知道这个医院怎么样 但是他这个医院 进驻的时候没有团队 他有可能累到 医生也开始高龄化了 到最后他就真的仓促把它缝合 这唯一的可能是在做 有可能仓促缝起来 其实通常他们呢 真的为了避免这些异物残留啊 所以其实他们会非常的仔细 就是我做完之后 甚至比如说 我用了多少块止血纱布进去 我都要签索 所以过去曾经有一个医疗团队 他说他们发生一件很惊险的事件 就因为是一个出血量比较大的手术 所以他们在做要关伤口的时候 就要开始清点纱布 是不是都出吧 就怎么算怎么算 都扫一片 就是扫一片 然后不敢关伤口 因为不行啊 如果你少一个人就怕他在里面 你知道吗 他说那个时候真的折腾很久 心里大家都在煎熬 找啊 找不到纱布 就要扫一片 后来怎么找到你知道吗 不是 是算错了 因为他们的出血量很多 有些粘成一块了 所以他们那时候 把粘块算成一块 你知道为了那个 他说那天差点都不知道 到底要怎么样 把这个伤口关起来 所以现在都会有这种 对 台大护理部 针对这个问题 还做了一个SOP 而且你有没有看过 真实的开刀画面 那个血是这样子 在腹腔里面很多的 然后这样一直吸 还有棉花 棉花球的问题 对不对 棉花 纱布等等 所以那个使用到的东西 跟开刀的器具上百件 对不对 手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刚刚提到的 除了这些资深教授 他们自己的止气 还有盯住之外 还有一个叫Timeout 就是说 因为最近一直在出问题 那美国推动的 不只是手术 连侵入性的检查 都要时间暂停 要对好病人 然后整个准备工作是不是OK了 然后整个团队一起附送 才开始进行 我想这个观念 我们也已经开始 向医界来推动 开刀房 可能二三时间 要做到这样的动作 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包括这些检查 轻入性的 我想应该是 对国人的健康 会更有广告 但是我们需要每一间医院 一定要建立开刀房 手术房的SOP 这个很重要 因为要是万一真的什么 留在肚子里面的话 那病人告都告不完 而且这也是最基本的吧 对应该是 你现在工作流程 本来就要清清楚楚的 对工作流程 一时一二就是二 你不知道生产线也都这样吗 对对 我们后续还有一些 这个很重要的案例 我们先来看一个统计数字 我们说这个是第五名 对不对 就是说义务留在体内 那医院手术事件 它错误的类型 到底有哪一些呢 好我们来看看卫生署的统计 医院手术事件 这已经被定义为错误的类型了 已经是错了 知道错了 是医院的错 那医院的错 第一名是什么呢 术前的行政程序不完善 占百分之五十多 在八百多件里面蛮多的 对那第二个是 设备器具准备没完整 准备不完整 该有A的没A 该有B的没B 那第三个是病人辨识错误 辨识错误 对病人辨识错误 不过赚百分之五 也是这个 一百件以下五十件以上 也就是说 亚方呢 该开一个子宫的刀 就把你大肠给折磨了 对不对 辨识错误 或者是手吊环 因为大家都是拖光光的 有的手术 对不对 他就是靠那个手环 对 那手环如果弄错了呢 如果有大医院 那个开刀房七八个 A推错 B推错 就会发生这个问题 有同名同姓 有同姓 同名同姓的 就是说上面处名是 姓别 姓名跟身份证字号 但是通常姓别跟姓名 应该是就差不多 但是我们真的遇到过 同名同姓了 就靠身份证字号 然后同名同姓 同时间去开刀房开刀 同姓别 对 同时间开刀 所以只好靠身份证的号码辨识 所以辨识三条件 三要件就是说 不要小看 真的就有这么巧 真的就这么巧 同名同姓同性别 但是就是还好 身份证不可能一样 对 就是要抓到这样子 我们在连续剧里面 也常常看到 一个穷人家也生产 一个富人家也生产 最后儿子换错了 最后被人乞丐王子的剧情 这也是有发生在医院里面的 对 但希望不要 面临到我们身上 好 第四个模式是技术 这个术后的操作的错误 手术的时候 手术是操作的错误 那第五个就是 这个义务停留在体内 换句话说 前五名是这些原因 那潘老师来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都讲的是 义务存留在体内 那义务存在体内 到底我们病人方 应该怎么办 比较好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身体的疼痛 或者所谓的这个不舒服 它其实是好像我们这个警报器一样 但是我们有非常多的人会认为说 我开完刀之后呢 我如果整天哀哀叫 对不对 然后一点痛也忍不了 那我觉得好像不好意思 对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自己忍耐 你比如说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案例 就是在我们家隔壁有个男生 五十岁 他去做了一个全大肠镜的检查 做完之后呢 他就觉得会痛 然后呢 他就问了医生 他有问哦 他问医生说 我这边怎么痛 结果医生跟他讲说 打了气体里面去 大家都会痛啊 对 然后他说前面做了几个女孩子都没痛 你怎么自己痛呢 他说男生他想说 对哦 对 那他就不好意思问 因为他也没有感觉到 什么叫做正常的痛 什么叫比较痛 对 他不知道嘛 对不对 好了他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呢 晚上呢 他太太就问他说 有没有好一点 他说也没有 也就不太说 他说那也不吃点稀饭好 他吃了点稀饭 不得了 那个是长穿孔 直接漏到腹膜 变成腹膜炎 就为了这件事情呢 后来 之前那个检查医院 我不能讲名字 会得罪人 但是后来产生腹膜炎 因为在我家旁边 直接送台北荣总 台北荣总一打开 发现腹膜炎 就帮他清洁好以后呢 把那一段穿孔的肠子 剪掉再重结起来 但是运气更不好 因为手术之后 他很容易 这个肠蠕动不好 肠阻塞 结果没想到他又遇到 但那个是正常的情形 就是有可能的 就再一次 两次工作也没了 工作也没了 然后呢 因为拖了很久 然后呢 这个 又动了好多不该动的时候 然后暴瘦 他从这个 比如说从70几公斤 瘦成40几公斤 差点没命 所以这个就后遗症 所以那这个不是 那重点那是什么 疼痛 是疼痛 疼痛呢 他不敢把这个疼痛的事实 讲得再清楚一点 因为有人跟他讲说 因为那个打了气体之后 他就是会痛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是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疼痛之后呢 你不要客气 一定要把他讲 跟医院反应 有任何不舒服 任何疼痛 你就是要讲 有的不是义务在里面 而是那个疼痛 是有药可以忍耐的嘛 对不是 但是你要讲 因为你不讲了 他以为是 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持续一直讲 就会引起那个医生的注意 当然啦 就是当时那位医生 他讲疼痛的时候 他应该再多问一下 而且按照SOP程序 我讲 做完全大肠镜 应该要留关 不能直接回去 要观察 要观察 比如说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你要观察一阵 那那个时候 他可能太早就离开 那你如果说 像其他的地方 这个不用我讲 你都会送医院了 对 重送 我跟你保证会送医院 只有穿孔在初期 就刚刚我举的例子 其实是疼痛加穿孔 所以我也不是乱举例子 我有看到你的文字 我举的是疼痛跟穿孔 但因为疼痛在初期 穿孔一开始 没有吃东西的时候 它不会渗进去的话 它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 所谓的感染 跟发烧的情况 但如果你一旦感染发烧 或者算 这个我跟你保证 你一定送医院 你不可能还留在家里面 所以最重要的 自己要记得就是 如果你有任何不舒服 或者什么 你要马上反应 而且帮你开刀的医生 一定会问你的情况怎么样 如果你任何不适 然后跟医生说的 那个后遗症 或者是副作用 不一样的时候 也要赶快跟原来 那个医生讲 就他可能判断 到底是你的身体 发生什么问题 还需不需要再开刀 还是吃吃药也就好了 不过还有很离谱的事件 就是开错了病人 我们刚刚说 这个第三还是第四位 变试病人的变试 变试病人错了 开错了病人 但是开对了手术 怎么会开错病人 开对手术呢 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广告回来就告诉大家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我们要活着离开医院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是活着出来了 但是开错了刀 或者是应该是 给你A开的变成B开了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会开错病人 但是开对了刀呢 怎么会这样子 有时候你活着出来 其实其中的惊险 你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个是我们 许达夫医师的书里面的案例 他在讲就是说 有时候会开错病人 但是有时候 这个开错病人 却也可能开错刀 这个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如果去大医院去开过刀 尤其你在那等麻醉等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时候是一排在那边等 那时候什么麻醉咨询的也来 然后干什么 就发现好多 整个都在等进手术室 那天这个医院也是一样 那时候很多的病人在等着开刀 那可能因为那天 负责推病人的助理 真的很忙忙 不过来 于是总医生就自己出来找病人 那因为这一排病人 就都在那边等进去开刀 这时候他们通常 这个总病人就想说 就看吊牌好了 因为有时候他的病例 不是放在旁边吗 一看这个应该是我们家的 结果这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这时候两个病人是摆在一起的 一个是子宫内膜癌的 一个是大肠直肠癌的 那大家应该知道说 大肠直肠癌 是要给这个大肠直肠科医生开的 这应该是病人 那这个子宫内膜癌 是这个妇产科医生要开的 可是总医师看的名字 可能当时候 有人可能来做了什么麻醉 什么之后就放错了好了 然后于是乎他就看 就推进去了 推进去之后呢 于是乎就变成 这个大肠直肠癌的呢 跑到妇产科医生的那边去了 那这个子宫内膜癌的呢 跑到大肠直肠科医生去了 就搞错了 这怎么办呢 可是一开 已经开了 对 一开下去也刚好 为什么呢 这两个呢 虽然两个本来的 原始的癌症是不一样 但是因为都已经有腹部转移了 所以整个转移开来 两个又很像 所以该开的部分 所以子宫内膜癌的大肠直肠也有问题 也有转移了 大肠直肠癌这个病人呢 可能旁边也出问题了 子宫内膜也出问题了 所以一打开 死给都死啊 然后就开一开 于是乎他就说呢 因为病例放错 他就开错刀 对不对 因为那两个人 刚好都有腹腔转移 病情相似 所以那个开的时候呢 两个出生的医师 同时开错刀都不知道 后来这里他就说 本来是想掩饰 总医师犯的错误 但是病理报告出来 是哪一种癌细胞 人家看得出来的 大家不要想说 没关系癌细胞长一样 没有不同的组织的癌细胞 长得不一样 所以就被发现说 怎么搞的 你们怎么开的 为什么从这边出来是这个 就会发现是搞错的 所以本来两个总医师想说 算了 反正都开了 也都出病了 也都有帮他开掉了 但是是开对的刀的 就干脆我们追缘一下 就不行 因为整个医院的流程 还是会查出来的 当然盛行运的 之前有一个是开座病人 是有一阵子那个时候 近视雷射手术非常流行的时候 有些医院是门庭若市 一天要排很多个近视的诊 就当天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排好诊 比如说亚方之后 可能是安德好了 那因为亚方没来 临时就反悔 那安德就来了 安德本来排在他后面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 中间有一个人 可能因为太忙了 没有发现中间有一个人 没报到 对不对 于是乎安德就用了亚方的资料 进去打 因为他以为你就是他 后来安德打完之后 想说怪了 我这个怎么术后矫正势力很差 可是还比没打更糟啊 因为根本就资料是输错了 我的病例了 对 所以他是开错了病人 但是他的刀也开了 也是近视的刀 问题就没有矫正好 所以就是看你的 有时候因为 所以后来他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一定要确定病人 所以这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他们很烦 一直问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隋安德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我生日几日 你管我生日 因为他要确定你的生日 不然同名的话就不知道 所以这很重要 开刀房处上百个人 都在等开刀 对 有时候这个排大堆 一大排 一排 对 可是呢 刚才是搞错病人 那有时候病人是对的 但是病人的部会会搞错 这个新闻 带张突然闹得很大 因为是在蛮大的医院 大医院 对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人 他本来是打篮球 是伤的是右脚环 右脚 然后他到了这个知名医院开刀呢 中午从手术房推出来 怎么是左脚纹纱布 他刚刚 妈 他把我开了 不对 然后当天赶快把他 再推进手术房 再来开 那其实他说 开两次 对 他开了两次 但这个最急的检讨的部分 是什么你知道吗 其实他在这个案 这个人开刀前一天晚上 其实他们会先去做 开刀前会说 你是谁 你要干嘛 一定会写手术前一定要先问 是谁 结果呢 他当时讲的就讲错了 因为当时时期医师问他 就说 我现在帮你做一下记号 你是某某某 你是左脚要开刀吧 这个病人说 不是 不是左脚 是右脚 就是说他就发现 你实习医生好像搞错 他说 不是左脚 我是右脚 然后这个医生 那这个时候 所以他是在右脚做记号 他想说万无一失 然后这个还想说 进去之前想说 昨天实习医生 模模糊糊的弄错了 他再跟医护人员再说一次 是右脚哦 不要开错刀了 对啊 医护人员就说 吃掉就写右脚 没错啦 结果没想到进去之后 又开错 你已经讲说很奇怪啊 这很夸张耶 所以这诚信作为人员 一开始已经有第六感了 觉得好像会开错 一开始就发现 因为有时候有些医院呢 他本身 因为他患者很多 所以这个主治的医生 他可能是最后一刻才来 那来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的 就是病人已经处理好了 消毒干净 弄出来 准备要开着脚 所以这个时候 事实上 如果我没有终止这个手术说 现在是谁 他应该是什么 他要开什么脚 我可能就直接你包好 准备好 直接包好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只有露出那个脚来 对 就是那个地方 不就是自意叫我开那了吗 所以为什么 就刚才谢医师讲 Timeout这么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再三确认 否则你看 人家都跟你讲两次了 就出来还是包在左脚 就很清楚 而且苏星讲的这个案例 其实很严重 是因为他出在一个教学医院 然后其实手术前 记号运动推出来之后 四肢开错的比例 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 刚刚苏星讲的这个案例 会引起这么大的纠纷 跟大家 连卫生署都气到说 要把那个医院降格 因为本来就要问清楚 如果这件事情 一直问 一直问 每一个人都问的话 不会出错 就算病人觉得烦 还是要问 还有一个要提醒 要特别提醒 这个案例 因为后来我们有跟这个医师 就是让他再重新去还原这个现象 最重要是在于 我们现在左边 右边 英文的写法要特别注意 RT跟LT 医师在打字的时候 Right跟Left只差一个 英文字母 就像这次艾斯宾事件一样 包括中文左右 所以你有时候可以三声带 我说医师你可以三声带 假咖 右脚 然后Right 三次给他重生一次 让病人加深印象 就像这一次的 A positive跟Active Reactive跟Lung Reactive 所以那个英文字 你为什么不说是阳性呢 对 为什么不说positive 阳性 或者是有艾滋的 这样的代源 对 在描述上有时候我们太快了 那当然这个量很大 医疗工作非常大 所以你打字的时候 RT跟LT就差一个英文字母 对 没错 所以在记录上有RT、LT 就一直下去了 对 到后面的程序下 后来在比对 就要产生这样的一个大问题 因为他一开始就错了 所以时间虽然几度辨认都发现错 可是没有去变更 他们又照着这个记录系 对 记录是什么 可是还有一个笑话 什么 就是说 其实他说 有一个眼前是这样的 但是那是笑话 他说 可能医生说 甘一只咖 大家说right right 是这样子 对啊 就是医院这样的一个笑话 现在是不能够到 所以right 对啦 有没有说法也不错 这样它好倒塌 这样它倒塌 那宜芳老师来告诉我们 另外一个也是很离谱的案例 那你知道呢 我们四肢有左右 我们的眼睛也有左右 那也会搞错 这个人他是什么 他是左眼鼻泪管阻塞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一定要 因为这个手术一定要眼科跟耳鼻喉科 共同进行 要做左侧肋囊管 照口还有鼻泪管 植入联合手术 那手术前一天呢 眼科医师有看 那还有那个耳鼻喉科医师有看 因为刚开始都是注意医师先看 那眼科的医师呢 他用白板在病人左眼上写个P 有写 没错 写个P 好 那再来就是手术当天耳鼻喉科助院医师呢 也确认是在这边左侧 也给他塞一个 塞一个止血棉片 OK的 可是问题就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那个主刀的眼科主治医师 看他右眼里面有一些流浓的地方 他认为说 你说错应该是这个地方 所以他认为这个地方 然后左眼的这边那个P呢 因为清洁消毒这个记号 马克弄掉了 不清楚就洗掉了 洗掉了 那医生又发现右眼的地方 好像有流浓 所以应该是这一眼 对 所以就开到这一眼去 那这边也没开到 所以变成这个医疗纠纷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太厉害 我相信为什么就是说 因为他没有做到一件事情 就刚才我们谢医师说的time out 就是要double check动作 其实我们在医院里面 经常有做double check动作 这样才不会搞错 因为这个案例 这个right吗 这个right 这个也是要right 因为那个手术记号运动 目前为止只能用在四肢 其他躯干的地方比较难 因为我们术前都会刷洗 你虽然做了记号 你还是会刷洗刷掉 像刚那个子宫跟大肠 对 那也没办法做记号 没办法做记号 所以现在因为四肢的记号运动 已经在国内都已经很久 大概十几年了 那因为躯干的手术 还是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一些送错的 像美国就有一个很有名的 叫史密斯事件 不是史密斯的任务 就是两个女生都叫Mr. Smith 然后她一个是乳癌 一个是甲状腺癌 后来她们在病人的时候错误了 那因为乳癌跟甲状腺癌 都不能做什么mark 结果后来不小心真的鬼打墙 有时候医院真的很奇怪 我遇到一个医生 他就说他们那个刀 那个开刀房就封刀 就是鬼打墙就对了 然后她就送错了病房了 送错病房大家知道结果怎样了 因为都叫史密斯 对 那个要甲状腺癌切除的乳房不见了 送到乳房那边 对 乳房要切除的甲状腺不见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在美国史上很大的医疗疏施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说病人加入自我辨识 所以辨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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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要很能够知道说你进到这家医院 因为有一句话有一个广告词说 当了爸爸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爸爸 当了每一个人当了病人才知道什么叫病人 就像刚刚潘老师提到的 那个痛到底是什么痛才是正确的痛 这样子痛到底是不是正确 没有一个人知道 每一个人都是新的病人 没有职业病人来着 没有一直在生病的 所以每一个疑问你都要问清楚医生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我现在听这么多的案例 可是我心中一直还停在刚刚的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个诚信作业也就是开错 开错左右角的 他在可能要麻醉之前 他都还跟大家去 或者说都没错没错 怎么还会再开错 那我前面做了这么多 也是没有效啊 那我怎么自绑 所以这个才是离谱的地方 当时就说这样的 这个医院他在流程的时候就是说 你太相信你的病例记录了 因为他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 当这个实习医生发现这个病例记录是错的时候 人家跟他说是确定不是确定 是确定不是确定 你就应该上去改 可是他只想说我圈了我没改 可是他们在开到的时候会看 这个东西记录的是说要开错的哪只脚 那我可以这样子吗 那个书面的记录 那我应该怎么 比方说我是要开右脚对不对 那右脚应该弄得很干净嘛 我自己拿个笔在我的左脚上面一直打画叉 不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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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都要消毒的怎么可能 不是啦 你就写不要切 就你开我这只脚嘛 那我把我这只脚画上不要切打叉 可以吧 这只脚不对啊 不是啦 妖哥 你会碰到是说他跟你开错之后 他才看到你那个注迹呢 会不会这样 不是 不会啦 他看你在那边写 把你两个脚都切了 对不对 没有 我们应该发展出那个马克笔 是无毒的 然后这样怎么涂 怎么涂呢 对那个手术都没影响 然后也不用洗了 这个的导音 就像你刚刚那个豆豆 就跟冰德一样的意思 冰德啦 就是把那个口音听错很重要 因为现在出现好多问题 我们每天在处理这些 这个欠个人家的衣品 发现到几个问题 现在大家口齿越来越不清楚 真的喔 你到底是讲台语 还是讲国语 还是讲英文 Right 你的字... Right 对 你的英文字千万不要一直缩写 Right R I G H T 你为什么写R T Left L E F T 你写L T 就差一个字 一打出去有人 就从来不会打错了 但是关键的是弄错了 就像说一句话听错 就可能冰德 就发生了错 所以这个案子 你怀疑的是对的 真的是有可能的事情 它一定是某一个环节错了 才会造成那样的结果 可是就是我要在麻醉之前 我牵嚼的孩子弄错 所以你的左脚 要怎么样活着离开医院 对啦 你的左脚要怎么活着离开医院 我们先进广告 好了 就告诉大家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医护人员 那个英文真的要精通 台语也要好 然后国语也要好 要不然呢 做那个标记什么RIGHT 或者是RT RT 真的很容易搞错啊 我跟你讲 如果写错的话 RT写成LT LT写成LP 待会出来的时候 你怎么把我割掉了 搞不好真的有这可能 这比较自作聪明 对 所以这缩血 大家要谨慎地用 我听应该不是医疗缩血 不是吗 这个是平民用语 平民用语 好 那这个 我们刚刚讲过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 比如说割错的地方的 左右搞不清楚的 猜错到的 对 这个在卫生学统计里面 你看历历在目 那这个家属啊 病人也在心里面淌血 那我们刚刚看到第一项 有没有记住 百分之五十多比例最高的 叫做数前准备没有完整 或者行政程序没有弄好 到底这个是什么项目呢 潘老师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这个比例也蛮高的 因为就是现阶段 其实台湾的医疗水准 是逐渐在跟着国际的水准 在提升当中 那所以很多的医院 它都会有一个自我检查的情况 对 那么现在的这一则呢 是亚东医院 亚东医院 它自己检查 那么在92年底到93年 出的手术的一个情况 那么它的一百件手术里面呢 它发现呢 在这个手术前不完备 是百分之2.2 但是这个百分之2.2 不见得会造成错误 对 就是比如说刚刚你们说 开始不见得会这样 因为这2.2 其实事实上 是一百件里面 只有差不多两件左右 那它这些项目是包括什么呢 就是说你怎么没有把手术同意书拿出来 可能是病人没有签 你怎么可以送上来 对 这不可以对不对 对 万一呢 或者病人手圈没带上 因为事实上 这个东西我要特别跟大家讲 是 就是说你们刚刚讲说 是辨认这个名字 辨认那个什么 当然都可以 但是其实有个手圈 对 而且这个手圈非常重要 现在不仅是手术室 我进急诊室 他也要带一个手圈 对 一上去就带 那这会不会写错 不会 因为他带手圈的时候 也咬错的 对 因为他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 你一进来健保卡就上来了 就写了 健保卡上来 我直接对对对 然后没有 我健保卡上来一插进去 输入的时候是这张健保卡 对对对 然后再贴上去 所以当然了 我不敢跟你讲说 百分之百不会错 不过但是他这个程序 是 是比较完备的现在 那或者是说另外 你这个X光片影像 没有附上去 资料不全 资料或不全 然后呢或者你以前的病例 没有准备好 当然也有可能发现很多的这个 所谓的附属物品没有摘除 那这个是比较 这比较不好的原因是 如果你的假牙是单科 或者是比较小科的时候呢 他有可能掉进去 这样子 因为你麻醉的时候 他有可能 因为你的所有的肌肉都放松了 所以他怕他会进去 所以这些东西是比较 比较讨厌的 或者是呢 没有让病患完全进食 没有检验报告等等 像这些都是属于叫做手术 准备不完整 至于进食 还要特别注意 有些病人很激烈 又说 反正有些家族说 病人饿那么久 没有体力怎么办 给他吃东西 我告诉你 如果吃东西在肚子里面 那时候万一是肠胃 肠胃开刀了之后 那很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能里面东西会很脏 有时候会跑到全部肚子里面去 然后其实对医生来说是很麻烦 因为有时候病人讲都讲不听 真的肚子一打开之后 很多医生气的钥匙就是没有进食 那再加上你麻醉之后呢 你可能会呕吐 如果你有吃东西的话 你会吐会塞到 其实是很危险的东西 所以说进食一定要乖乖遵守 没错 我有一个亲戚也是 她也是做牙齿手术 那牙齿手术做假牙 不是有那个牙罐嘛 对不对 牙罐就医师可能太老了 那个牙医太老了 那手一抖呢 那个牙罐就 掉到食道掉到胃里面了 然后赶快呢 那个医师呢 这个送她去这急诊室啊 照啊等等 就看到有一个牙罐在胃里面 那也不要开手 不要动手术了嘛 然后那个还是有尖尖的东西 尖的东西 然后呢就说那你去上厕所 上个两三天看有没有大家出来 然后呢这个两三天呢 就每大一次就在那边照 从那边照照照 结果呢 后来呢 都始终就没有找到那个牙罐 但是再去照那个X光呢 也不见了 没了 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 可能有一次没有找出来啦 对 还是说他是被胃酸给 不会吧 不可能会 吃玉米 因为那个有铁的成分 玉米包住了 有可能 或者是那个便便没有翻仔细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性灵笑话 就有一个人去拔牙 就不小心牙掉到食道里头去 然后牙科医师说 这个属于我的范围 你去找那个耳鼻喉科医师 耳鼻喉 猴科把他夹出来嘛 他跑跑跑去找耳鼻喉科医师 猴科医师一夹没有夹好 不小心把他夹到胃里头去了 掉了 对不起 我只想知道喉咙部分 那肠胃科你要去找 他就跑跑跑去找肠胃科医师 因为分科很细嘛 然后后来医生就用胃镜 然后进去 不小心他要到大肠去 就后来他说 这是大肠直肠科医师的问题 你去找大肠直肠科 有时候他就跑跑 又去找大肠直肠科 用那个肠镜要进去 还没有进去把他那个屁股 裤子一脱一看 你肛门有一颗牙齿 很可怕 你赶快去找牙科医师 为什么肛门会长牙齿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姓名 像被台湾分科太细了 然后走一趟旅行之后 又回到那个牙科医师了 没有 但是医院还是有贡献的 因为他每颗都跑 做运动 加速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的正常 所以马上就出来了 对 那个心情的折腾 对 可是那个最后甲牙 那个还是香上去 然后还要算他钱 我跟你说 还要算他钱 这开玩笑 算两颗的钱吗 没有啦 算两颗的钱吗 算两颗的钱 对 好 那我们究竟 我们在这个手术当中 虽然我们今天是很轻松的 这样子来讲这些事情 但是其实还是有严肃的一面 我们要告诉大家 在手术当中要怎么样自保 我们要三思八问 我们现在看什么是三思 是我们要思 对不对 来 谢医生 我想我们用比较好记的 因为现在真的要教病人 也要教我们的医生 要怎么样思考 第一个就是说 Why 我们三个W来问 第二个Why 为什么 为什么要开这个刀 就是跟我的病情 我为什么要开这个刀 当然医生也可以 也可以解答病人这个问题 Why 那第二个就是How How就是如何 就是说 如果你做了会怎么样 不做了会怎么样 因为病人总是会有 在一开始的这个 要解说清楚的时候 他的期待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太敢问医师 没有 但是这简单的方法的对答 我想这如果问你 问这么多问题 大概大家都头痛 对 不动会怎样 第二个是How 做了会怎么样 不做会怎么样 大概是病人在bargain之间 好 最后一个就是 最重要的关键叫Whatever Whatever就是说 其他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还有其他的 第三个W就是Whatever 就是说如果 有没有其他的疗法 最后再问 药物疗法怎么样 其他方法 还有 这时候如果我不动这个手术 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式 不能解决吗 就是所谓的indication 適应症非开刀不行了 已经到的这个 刚刚提到像腹墨炎 或是比他有开刀的这个急迫性 好 还有一个Whatever 其他的叫第二意见 第二意见 如果你觉得我的病情 没有解释很清楚 病人讲的不是很清楚 这是属于急诊 再来就是这个 现在要开刀了 我还没有花很多时间 去了解清楚 当然你可以寻求第二意见 但是如果在急诊的开刀 就没办法 对 这个时候你要想办法用会诊 这个时候你不能再拖 我想在life training 在生命危急的时候 要相信这个在医学中心的 或是医院的 或是有专科医师的这个做法 当然这个三个W 我想可以来诱读 问答的方式 而且让医师也很快速的 就知道怎么样回答你 对 这也是让我们活着离开的 疑恋的方式之一 那这个是一丝嘛 关于手术决定 我们应该要了解什么 那二丝又是什么 来 潘老师来告诉我们 对 我想如果假使说 今天确定要做手术 对 然后你也知道说 你必须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已经穿过了第一丝到第二丝来了 但是这个手术的本身 我希望你稍微要知道一下 就是说 那你这个手术要怎么样的进行 对 比如说它的流程是什么东西 因为有时候知道流程的话 对你的心情帮助是很大的 都是麻醉进去麻醉出来 对 那另外就是说 你要哪些部位被切除 范围有多大 对 这个要知道 常常会发生那种割多了的 然后好后悔的 它一般来讲 现在是就是说 有规定就是说 你要割什么部位 要跟病人讲清楚 那如果病人没有说要让你割的 你不能割 对 那如果有紧急事情的时候 他也要通知家属 要让你知道 因为他确实在 在手术台上 他可能有急诊的现象 对 那有的如果预想得到的话 他事前会告诉你说 我大概现在目前打算是怎么个切法 对 会切多大 会拿掉些什么东西 这里面也有一些争议 因为最近有一个案例 是有一个肾结石的男生的病患 进去了 进去 结果出来发现 他的肾被割掉了 就问医生 只问医生 然后医生就出示了手术同意书 是他爸爸签的 是因为开出来发现 那个肾可能已经坏了 必须要切除 然后爸爸在匆忙当中就同意了 潘老师 那这个怎么办 是爸爸签的 那也算那个 手术同意书算OK咯 他已经在动手术了 医生把肚子打开来 发现要割掉 如果他真的紧急状况的时候 他都会出去询问家属 问家属 那这个时候病人或者家属 这是可以的 这就是我刚刚解释到的 就是说是 其实事实上 他可以在事前 有的人会说明说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我会先做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做全大肠禁的时候 那他就会要我签一张同意书 说我手术全大肠禁 会有哪些危险性 你必须知道 好这我知道了 另外他还有一条说 如果我发现习入 你同不同意 我当场拿掉 对有 那我同意 那如果说紧急出血 或怎么样呢 要送什么 同不同意 有的也要同意 所以那都是已经预想到的 所以如果你预想不到的 这种属于紧急状态的时候 那就只能通知家属 对 而且但是我们也有授权给医生 因为他要救你的命 对 你也不能够说 这个东西再来怪他 他是出发点是善意的 对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 大家要稍微知道一下 而且如果你稍微知道一些 医疗的情况的话 那么他解释起来 你可以接受 对 但如果你不能接受 当然就会心送 对 对 那另外就是说呢 如果你手术完之后呢 他有什么可能的病发症 因为这个就很重要 对 因为就是刚刚我们讲到 就是说呢 你手术完之后 如果有病发症 你如果知道的话 你很容易跟医生做公共 那如果发现说 奇怪 我这个病发症跟你跟我讲的 都不一样 结果这个沙布留在里面 对 这个什么的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病发症 你也要知道 还有发生的几率有多高 这个也都很重要 好 那另外就是如果有这些情况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你自己怎么应付 这都很重要 所以说这个手术要怎么做 另外就是说呢 你麻醉 大家都以为就是说 好像我签这个手术同意书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麻醉同意书 还有一个麻醉 上次我在保健室电子报 有讲过 那麻醉同意书呢 你们也要好好的说明 因为为什么在麻醉情况下 如果你没有好好说明的话 它有很多危险性 对 所以有的时候是 其实手术本身是没有问题 可是麻醉当中呢 出问题也要的 就不是说出问题啦 就是他就是出事了 对 那出事了以后呢 那可能就是因为 你术前没有跟人家讲清楚 或是什么 所以因此麻醉 其实也蛮重要的 就是你还是有一张麻醉同意书 麻醉科医师会亲自到床边来 跟你做一个沟通 甚至麻醉科医师 再跟你沟通说 还有评估就是说 当时他麻醉的时候 应该最适合的麻醉方式是什么 对 然后另外也有可能 最后他评估说 不宜开刀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你也不要以为说一定就能开刀 因为比如说 外科医师决定要开刀了 但麻醉医师不同意 那可能就没办法开了 那第六问呢 对 第六问当然是最重要 就是谁要执行这个手术 其实事实上 这个是病人最在乎的 对 那一般来讲呢 这种大刀 不要属于不要大刀 一定是组织医师开 你不用担心 他不可能交给住院医师来开 这不太可能 对 所以这个是六问 那我们说三思而后行 那第三思是什么 我们先进广告 回来就告诉大家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好 第三个 三思而后行 对不对 那第三思是什么 好 我们要看 我们的手术是属于闷针手术 还是就是说必须要住院 那住院要住多久 一定要考虑清楚 包括你要 是不是要请看护 家人要怎么配合 那些都很重要的 对 好 然后如果说我手术之后 我可以恢复到什么程度 我是不是 接下来谁要照顾我 要怎么去照顾 都很重要的 对 这个也要知道 那手术之后要吃哪些东西 也要特别要味觉 也要需要知道这些事情 对 这边要特别讲到一点 因为我们自己在临床经验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 病人手术之后 他要住的家庭会不同家庭 好 我们通常是建议是说 对 每个家属都来给我们味觉一下 会比较好 对 大家不要不好意思 因为有些人是 这边住三天 那边住三天 有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都要来 都要来 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很不好意思 因为有时候是两个 不同的女人进来 所以我们就说 没关系 我们都很愿意味觉 好 了解 我以为是不 我一听就懂了 对 我以为是说可能 小儿子 三儿子 对 我也是以为是知道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真的常常不知道 只要是有些人都是 二 三个 很多人都可以 大防二防三 对 有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第一个现在就是说 刚刚潘老师提到 知情同意 他对他的这个步骤可能 有两个手术 两个这个侵入性的 都要知情同意 然后双方签名 时间也要定出来 再来就是说家属的沟通 有家属的会议 我们现在挪出一个空间 坐下来谈 千万不要再路上谈 坐下来好好谈清楚 很重要 对 对 基本上来表现 还是要知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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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